晚短中藥生活節 讓民眾能夠近距離接觸 並了解中藥的來源與使用方法 從中藥的知識與日常生活 應用緊密結合 其實生活中 從滷包 吊上排骨燉包 茶葉蛋 以及養生茶飲等 都能夠接觸到中藥材 我有認識五味子 還有甘草 你平常把我第一人用中藥做 這個是要下去跟酒精還有水泡 就可以變成防蚊液 譬如說晉升包 那個也都是中藥的 艾草、麻草、香茅 這個都是我們很生活化的東西 只是我們大家都沒有去察覺到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凸顯出來 然後還有很多DIY的製作 也可以讓小朋友來體驗 我們人家中藥公會非常用心 就來基盤到 讓我們很多人 帶到我們這裡的家庭 讓他們來看 那麼能夠認識這些的中藥的藥材 同時讓他們親自體驗 DIY藥材的這個認識 現場學術華自知識表示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中藥文化走進民眾的日常生活 也讓大家能夠看見中藥 在健康保健與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辦活動的方式 把它辦得很有趣 然後讓大家多認識中藥 再平常就可以保養身體 我們也希望推廣中藥 大家多認識以後 其實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來平常就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 尤其現在中藥也不斷的在創新 除了是我們自己傳統的藥材之外 現在跟咖啡、食品等等都有做結合 將來我們縣政府也是希望 可以把這些中藥的藥材 融入到食品當中 我們會透過各種活動 大家一起來結合推廣 希望讓我們南投的中藥 還有包括在這些對自己身體好的藥材 都能夠讓大家多多來享用 活動現場設置了多個攤位以及體驗區 並展示中藥材與相關品項 讓民眾能夠近距離基礎 並了解中藥的來源與使用方法 此外現場還有設置DIY體驗區 民眾可以親手體驗 記者曾公佑 蘭德士採訪報導